以上就差不多这个我们Beword的介绍 然后各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三位有什么想问的吗首先 我发现你们这个是B站的工作风格还是什么特点 就是一般讲话是三个人互为补充 而不是说一个人讲完了另外一个人再讲 我们思维都比较活跃 然后很喜欢插话 可能B站就是这特点吧 你看他们三个人互相这个讲话那个插 那个插那个插 你是说他们没打没小吗 我被内涵了吗 不是这个 他们就采取大家一起就取演堂 每个人都有发音权 每个人都带一起共同 是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大家只有一个梦想 一起把它完成就好了 对 这就是年轻人的区别 他们各负其责比较明确 那吴卫和蔡姨这边呢 我就想知道你们是怎么选那些外来 带节目过来通不通过这个选拟标准 标准 标准 首先对他们的粉丝量肯定是有一个过滤的 不可能说我粉丝只有几千我就让你上节目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就是在我们站内有一定的活跃度 并且他的最近的一些创作作品都受到了很好的反馈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优先是选这样的UP主 我们主要还是站在我们的一个平台基础上去做一些筛选 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个带来了一个问题 怎么就这个创作吧 和这个UP主本人的表现力 它不正正比 是的 你说到点子上了 也许这人就几千 但是他是一天才 咱应用还是不用 那就要看怎么把它放在什么位子上了 对 所以蔡姨现在为什么让您到这个部门来 没有我是帮着拿地的包的 我是不是不是 到了以后就凭你您的丰富的经验 您就慧眼识珠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谁会演戏 谁不会演戏 这我能看 那没问题啊 我肯定能看得出来 你是专家的 我肯定能看得出来 我偷偷告诉你 这个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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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